一期關於3、2期的快速開箱簡單小分享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壞個屁啦 剛剛你們看到的畫面呢 其實是我早兩天已經錄好的 但是後來我發現了一些問題是我沒有講到 關於這雙鞋 準效的時候不應該是這雙鞋 而是這一雙 對 那所以接下來你們看到的畫面呢 才是本期影片的正片 包心意 哈哈 該死了 呢 唉 喔 Alright guys 歡迎回來ROCK的頻道 好開心啊 這段視頻我本來早前就錄好了 只是打算說 做一個非常簡單非常快的小分享就算了 但是後來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過程中 我發現了一些 不得不說的差異化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稍微詳細一點講會比較好 可能幫助到更多還沒有機會入手這場協會還在觀望的朋友 如果有關注我並且留意我的動態訊息的朋友呢 大概也看到了我前一陣子有發一個動態 包括在微博有發就是 收集一些你們關於UNIVALANCE327 這也是款球鞋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集中來在這裡做一部分回答 我首先歸類一下問的最多的一個就是尺碼的問題 這一個鞋款的話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他鞋圈的形狀 拋開鞋底看他這個鞋身本身的鞋圈呢其實還蠻窄的 跟990比的話絕對就是瘦子級別 那撞鞋的鞋圈我個人建議你平時穿990什麼碼數呢 如果你990穿的舒服 你就照買回990的尺寸 如果你穿990覺得還是有點窄的話那建議你再買大半碼 這是一個尺碼方面的問題回答 再一個過來問的最多就是腳桿 撞鞋腳桿講真的我還蠻驚喜的 因為他就是一雙70年代風格的非常復古的 運動鞋 當然現在來講的話應該是休閒鞋 只是沒有想到Nubalance會 用現今的科技去做 這種復古造型的鞋 因為你像 Alitas也好或者是Nike 你們可以看到的Daybrick 他們的 中底的都是那種有點 毛毛邊感覺的那種 微黃的 發泡棉 但是 Nubalance的這一款呢 他是故意 在表面做了一些粗糙的紋理 實質上他是那種光滑的泡棉就是 跟G有一的感覺有點像 但是質感不同 跟G有一的前掌的 感覺會更像 包括表面材質的質感和回彈性的感覺 都蠻接近的 我覺得他還是那種 回彈材質和耐用性都比較好的泡棉中底 應該也是VA吧 本來這雙鞋 我當時買的時候是在 官方旗艦店買的 然後 就正好有我的尺碼 因為 灰色已經賣完了 那我就 覺得這雙鞋也還不錯 我就買到了 然後 本來這雙其實不是我的首選 因為我首選還是灰白 我覺得 灰白能在保持Nubalance一貫的這個韻味的同時呢 有一種更加 簡潔大方的感覺 當時在圖片上給我的感受是這樣的 但實際到手 我發現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我等下慢慢跟你們講 首先為什麼說這雙鞋不是我的首選呢 雖然他也不錯 材質啊 配色各方面 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但是 大家也都知道 因為我已經有一雙 類似配色的 這雙991 NGO 我之前有跟你們介紹過 如果你們還沒看的話呢 記得在這裡 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集超棒的 自賣自誇 真的很好看 但是他們兩個的配色質感還是不一樣 991這雙的 材質很明顯 他皮革的染色工藝啊 包括 質感都要更加高級 那反觀 這個配色的名字應該叫 JC1 那他這個顏色 就比較灰 比較 沒那麼 燕的感覺 然後 皮質嘛 就很普通 沒什麼特別的 沒有說這雙來得這麼 柔順 這麼 扎實 主要一個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兩個的配色實在太像了 如果你說黑白灰這種配色的鞋 家裡有多幾雙 倒無所謂 但是像這種 配色比較跳的鞋 我個人覺得 可以有很多 但是我不想要一樣的 就是 暖色的有一雙 冷色有一雙 或者是 黃色有一雙之類的 在我實際拿到這雙鞋的實物之後呢 我越研究 包括跟我的朋友一起分享的 我越發現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首先一個就是什麼 這雙鞋 好像是 目前首發配色裡面 為數不多的沒有採用 鴛洋設計的 配色 橙色那雙好像也是 然後除此之外 他們其他的 三二期的配色 都是內外的 顏色不一樣 包括藍層那雙是直接 對半切 而且藍層那雙的價格 好像比這雙還高 我記得這雙的 發售價是 759 人民幣 藍層鴛鴦那雙好像是799吧 我沒記錯的話 這是 顏色方面 那材質方面呢 這一個叫 我個人覺得 應該叫他灰塵 或者黑塵 比較合適 但是他 他官方 就是盒子上的名字 寫的叫橘咖 都完全不搭 Anyway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這一個 有點 泛 灰藍色的 尼龍面 是所有 首發配色裡面 沒有採用過的 唯一的一個材質 就是那種 非常復古 相信你們 就是我們爸爸媽媽 被會有的那種 他們穿去 Disco跳舞 那種 滑雪服的外套 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這種印象 就是那種 有點皺巴巴的尼龍 給你仔細看一下 你應該有感受得到 你絕對會眼熟這個材質的 當然他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就是普通的尼龍 然後表面是有點 折皱感 他這個折皱感 就給他帶來一種 天然的基底 讓他 在 純色的表面上 看起來呢 也有一些 紋理的質感 那種 雙鞋的材質 至少在視覺上來講 會比平紋的那種呢 要更加有玩味一點 我個人的 見解了 我手裡灰白這雙呢 其實是我跟我朋友借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等了這麼多天 才做好這期視頻 那大家可以投個票 你個人覺得哪個配色好看呢 灰白的話你可以發個1 黑層狀你發個2 我看喜歡哪個顏色的比較多 現在灰白的價格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實在是 真的 我自己的這雙呢 我是原價入的啦 就是759 那我朋友這雙 我不知道多少錢入的 我只是跟他借來拍一下 也不是我的馬數 我就不上腳了 我看到這雙鞋 目前的價格 好像是去到 134 差不多翻了一倍吧 因為灰白這雙 發售價 我記得好像也是759的 冰德堡這個 蔣植吸水真的超好喝 強烈推薦 說回這雙鞋 灰白這雙 我拿到手之後呢 略微有點失望 我一個一個來跟你們講 首先 讓我失望的第一個位置就是 鞋身的尼龍材質 這兩雙鞋的尼龍材質 是不一樣的 雖然他們都是 尼龍 但是灰白這雙是那種 說之平穩尼龍 我會拍細節給你們看啦 然後 並且 就跟這雙 我就要 黑層好了 就黑層這一雙 有點灰藍面的 尼龍 質感是不同的 不是那種 皺巴巴的 比較 沙織密度高的 細膩的尼龍 是紋路很粗的那種 有點像 有點像你去參加活動 免費領到的那種 環保袋 帆布袋 尼龍帶那種 材質的尼龍 對 就那種 沒什麼特別 並且他外面這個 炎製logo呢 不是一塊皮革縫上去的 他只是 金刷 哇 我搞錯啊 這還不是 讓我覺得 最不行的 位置 讓我覺得 最失望 徹底打消 入手 灰白色 念頭的一個位置 就是他內裏 你可能也看到 其他博主分享了 關於狀鞋的內裏呢 它是一個 皮質質感的 內襯 這沒錯 是沒錯的 我這一雙 黑橙配色的 也是 皮質的內裏 但是他們兩個的皮質 完全就是一個天一個地 也沒有差那麼遠 但是真的就是 完全不同 我們先說 灰白這雙皮質吧 它是你一手摸上去呢 有點像 坐在斜幫位置的那種皮 那種感覺 就我說的是外側 不是內側 是柔軟的 但是不是特別的柔軟 並且我實際上在 翻開 這個皮質 邊緣的內裏 位置看呢 它裏面其實是植物 所以我懷疑它可能不是真皮 它只是人造革 因為它連皮質的那種 天然皮革的 毛孔的細節 一點皮紋的基礎都沒有 不過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了 我就不在這裡下定論了 只是我個人覺得 這一個皮質講真的不是特別的高級 有點掉價 但是反觀這雙 黑橙配色的內部的皮質襯裡呢 驚為天人 我跟你講 它是那種 就只能用來做內襯的皮質 非常非常非常薄的那種 豬皮革 對應該是豬皮革 並且實際上 你去 放大 看 裡面的細節 你是可以看得到毛孔的 是能一青二組看得到 並且它摸上去的質感 非常非常軟 非常薄 就軟到你覺得可能不小心就把它刮破的那種程度 但其實不會了 它的厚度其實跟 會把這雙內襯的厚度 接近 差不多 但是 這個皮革的內襯呢 會多了一層網布 織物在裡面 所以它還是會稍微 可能耐用性 會更加好吧 這一個皮質內襯呢 就沒有網 布的內裡 作為基底 它就是一層皮 然後用膠 貼牢 斜幫裡面 結尾的地方呢 也沒有縫線 去做加固 灰白這一雙是有縫線的 這一雙是天然皮革的可能性 非常高 灰白的這個 內襯的皮質呢 是人造革的 可能性非常高 那它的差異化 除了斜幫 內側的一個皮質之外呢 還有一點 非常非常 大的差異 就是斜舌的內襯 配成這雙的斜舌內裡呢 跟它的內襯一樣 是這種非常柔軟的 非常貼腳的皮革 並且你可以從它斜舌 這個皮革紋理上 很輕易就能看到皮質的那種 天然皮革的毛孔的質感 然後 會把這雙 讓我大死所望 它就是一個網布 能連網布都算不上 它就是尼龍反面而已 我不知道你怎樣選了 當然這個選擇是沒有對錯的 大家的各自的喜好不同而已 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那所以從 外面看的角度 內側的這一個 中底的位置呢 凹陷非常大 從鞋底 這樣看的話 會更加明顯 那我一開始以為 這雙鞋中底凹這麼多 那 足弓位置 豈不是拖得很舒服 其實並沒有 它的鞋墊 我抽出來給你看 就知道了 是純屏的一個 棉的鞋墊 它也不是 Othlite的那種 抗菌的除售鞋墊 質感有一點像 但是沒有任何的 還沒有任何的標籤印的上面 就講它不是 Othlite好了 就是普通的海綿鞋墊 當然腳感也還不錯 不過它中底就是沒有 足弓之沖的啦 純屏的一個泡棉 當然也沒有影響 穿著體驗 還算是比較舒服的 它腳感的回彈性 這個中底泡棉的回彈性的 介於我之前介紹的 Hiero V5的那個 Freshform的中底 和Nike的React 之間的一個 回彈性 很難去體會對不對 就你可以想像 它比Nike的React 稍微更加彈一點點 但是又沒有到 Boost或者是 Freshform X 那麼彈就對了 尤其是這雙鞋 你在穿著它 稍微跑兩步的情況下 你很明顯的感覺到 後跟這塊回彈性 非常明顯 由於它非常誇張的 尺寸的 前掌的面積呢 在你跑步 著地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的穩定 穩固 更覺得這雙鞋 壓馬路真的無敵 並且很多人說 後跟這一塊的 包膠 是不是包的 太高了呢 正面看得好像 飯鏟一樣 其實 你看回Niverse 最早的設計 320的設計 它就是包上來的啦 不過沒有這個包的 這麼誇張 這個設計 除了致敬經典的 一個原因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它的功能性了 你可以看到這雙鞋 沒有做任何 外加固的後跟 它的後跟 從這塊皮製的 位置開始呢 就已經是印製的 一個 內襯在裏面 聽到嗎 它是硬的 包括後跟這一塊 一直到內側 都是一個圓弧形的 硬質 支撐在內裏 但是這還不夠 所以它也要把 鞋外側的 這個外底呢 一直包到鞋後跟 讓它有一個 更加牢固的 支撐性 才能保證這雙鞋 在日常使用的時候呢 有它的 穩定性所在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它中底是 完全純平的 一個泡棉嘛 它沒有說 稍微 內凹一點點 把腳包在鞋底的裏面 沒有這樣所以它要通過一些其他的方式來固定住你的腳 那這也是它 功能性的一個 設計點所在 大家不要太 抗拒這個設計 我個人覺得它是真的有它使用性 並且 最能體現它使用性的一個使用場景呢 就是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開車的話 你就能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還有一個朋友的問題呢 比較實際 他問多雨天氣雙會不方便 我個人不建議你在下雨的時候穿這雙鞋啦 首先 目前的手帕配色里呢 沒有一個配色的材質是防水 即便你想配合 那些洗護品牌的防水噴霧來使用呢 防鞋毛毛雨或者 泼水沒有問題 但是 漂泼大雨的話 還是不要 就不要出門了 好吧 或者出門你要不就穿個拖鞋 並且這種 顆粒狀的大底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某一些鞋款 我個人其實心裡有個陰影 就是 ADIUS的 Ultra Boost 我那雙是1.0的版本 它的鞋的外底就是這種 顆粒狀的 1.0的那一代 還並沒有採用馬牌的外底 它只是一個一個 有點波浪型的圓點 我有一次在雨後呢 穿Ultra Boost 雙鞋出門 在一個鞋坡上 我就整個是 滑鏟 屁股著地 當然沒有 非常 致命的傷 不過也疼了兩三個月 隱隱作痛 所以我就很害怕在下雨天穿這種 形狀的鞋底出門 那由於我這邊最近天氣呢 實在是太好了 真的是 陽光明媚 萬里無雲 我沒有機會去 給你們在不同 地方的路面都去 測試這個 外底的防滑性 那只是基於我個人的一些 過往的經驗 去總結一下 那如果我有說錯呢 也希望各位已經有一些 體會的朋友呢 給我指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一下 我更加推薦 這雙鞋的 配色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 它的配色 這雙鞋的鞋型 它的整個味道 就是70年代的鞋 大家可以 很明顯從它的外型 甚至它的 宣傳篇看到了 它是由 這雙鞋 另外 自己的320 加355 再加Supercom 三雙鞋的一些 各自優秀的地方呢 合併在一起 然後做了一個 現代化的設計 與改良 綜合而成的 這雙鞋 那很明顯 它的特點就是 濃濃 70年代的味道 70年代的鞋 該有些什麼特點呢 我個人覺得 一個就是 鮮豔的配色 灰白這雙 你肯定說不上鮮豔 它確實挺好看 很簡潔 很有那種 極簡主義風格的感覺 並且也非常百搭 絕對不是出錯的 而且灰色也是 自己的一個主題色 但是這雙鞋 我個人覺得是 更加適合 327的 這個鞋型的配色 就327 這款鞋就應該是 這種顏色 這種質感 這種材質的 拼配 包括這一個 非常非常有味道的 深膠底 這種Gum Soul 然後再加上這個 有點青BB 綠色的 MB的刺繡 和鞋墊的 MB 合併在一起 我個人覺得整雙鞋的配色 的質感 包括材質的運用 以及拼接 完完全全 就是最符合 327 這個鞋型的一個 配置選項 有朋友問到 夏天穿 撞鞋會不會熱 撞鞋的尼龍真的很薄 非常透光的那種 並且 我在兩雙鞋 拿到實物在手呢 我覺得 褶皺尼龍的 這個透氣性呢 會比這個 平穩尼龍來的 更加透 點點 就是一點點而已 如果你 沒有很在意的話呢 你就選你自己 喜歡的顏色就好 就是30來度的天氣 在戶外 大概連續穿了 6到8個小時吧 我的腳 沒有 覺得十分的悶 沒有說 非常出汗 當然夏天還是會多少出一點汗 那並且 也沒有酸 腳感還蠻好的 就長時間穿的話 還是能保持 WONIBRANDS這個品牌 一如既往的 這個 長時間穿著的舒適性 它還蠻適合 日常通行的 城市 日常行走 逛街 押馬路 是完全合適的一雙鞋 嘿嘿 其實最早最早這雙鞋的 碟照放出來 是它跟 卡薩布蘭卡聯名的那雙配色 我當時看到的是白色的 只是有一個前臉的局部 我當時還奇怪 這雙是什麼鞋 這麼好看的 有點復古的味道 但是又帶一點現代的 感覺 我當時還蠻喜歡的 我並不知道就是327 但過後我看到這雙鞋的完整照片 包括有一些 有一些對這雙鞋的評價和懷疑 和一些猜忌 說它這個兔牙設計是不是 抄哪雙哪雙鞋 我就不說了 但其實 NUMANCE兔牙設計 一直以來就是它的一個招牌 從320開始 就有了一個N字的大logo 加上這個兔牙設計 但那個兔牙沒有一直連到 攜帶的位置了 只是在前面 前臉的一點點 這個兔牙設計最早就是由 Steven Smith這個設計師去製作的 TICE在NUMANCE 正式出道成為一個球鞋設計師 包括在後來 他又輾轉去了 Nike 那最近的 Stuicy和Nike聯名的那雙 Airzoom Spirit 就是 Steven Smith的 作品之一 後來瑞布的 某一些鞋款 其中有 Pump Fury 然後還有 而且我忘了 我放一些圖片在這裡 過後他又去了 Fila 那 輾轉 蠻久 之後 他又去了 Adidas 那麼在 Steven Smith 輾轉去到Adidas 之後呢 你也可以看到他有 後面的一些 設計師有這個 致敬兔芽 這個設計經典 就是 Easy700啦 大家討論比較多的一個 原因 那這個大叔我個人 在 網上搜索了一下他的 資料 我有看到他的 IG頁面呢 他有發他過往的一些 在其他品牌 設計的作品 如果我沒弄錯的話 他現在應該還在 Adidas 擔任設計師 那我有看到他有一些 蠻好玩的 Post 包括他有一張 是 他穿著 Easy的鞋款 在Michael Jordan 自己的牛排店 門口的一張照片 還是蠻調皮的一個大叔 不過我個人覺得 這個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設計師對於自己以前的作品 有一個致敬和 懷念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沒有必要那麼多 猜忌和懷疑 我個人覺得這個鞋 本身 他是沒有問題 他這個兔芽設計 我個人覺得是好看 並且很亮眼 不管哪個配色 這個設計都是 觀賞性很高 而且 對牛排自己來說呢 也是一脈相承的一個設計 你看從九系開始 他前面 也是有這種兔芽設計的 一直到V5 對不對 也有 但他整個的一個 造型 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已經有牛排自己的味道 和他的一個經典傳承的 形狀在那裡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過多去討論了 這方面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張鞋被大家 詬病最多的一個 設計點 除了他的兔芽之外呢 就是他這個 誇張形狀的大底 真的是 巨巨誇張有沒有 我個人也是覺得很誇張 但是我從這個角度看 就是自己穿鞋的 服飾角度呢 我還是蠻喜歡這個形狀的 觀賞性很高 在別人來看的角度呢 就不要管那麼多了 你管別人幹嘛 自己穿得開心就好了 差異化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這些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內側 有個 這個Nubalance自己的 名字的壓印 那這一個壓印 它不是一個簡單 在皮革上的壓印 它是一個印刷 就它是有壓油墨在上面的 灰塵這雙 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明顯 只是覺得它 好像壓了一層膠的感覺 其實它是印了黑色的字 那灰白這雙明顯一點啦 它是壓了一個 白色的字在上面 並且我手裡這兩雙鞋呢 它都有一個特點就是 鞋頭 包括鞋側身 一直到鞋幫的位置 就是前臉的整個位置的 所有的 皮質呢 都是比較薄的 這種反毛皮 然後纖維也比較短 比較柔軟 到後跟這一塊 這兩雙鞋都是 到後跟這一塊的 皮革的 紋理 跟前面是不一樣的 這個皮質的纖維 會更加長一些 然後並且它也 稍微加厚了一點點 這是這雙鞋 幾個不同部位的 材質的 差異吧 那我個人覺得 目前材質最好的 除了我手裡的這一雙 我個人覺得 就是 卡薩布蘭卡的聯名了 這雙鞋的 材質是 全皮 然後它是一個打孔的皮革 高級歸高級 也很好看 可是這種材質 放在這個鞋型上呢 我個人覺得不是說 十分的大調 最大的還是這種 皺巴巴的尼龍 我是超喜歡這個 質感 真的無敵了 那麼整體來說 要做一雙 70年代的鞋款呢 就要有70年代的材質 以及配色 那這雙鞋的材質和配色呢 我個人覺得 對於這款鞋的風格來講 是完美搭配 那並且 也能讓我覺得 真的可以 稍微cosplay一下 70年代的那種 就比方說 真的時光倒流 回到70年代 那你看到有人穿 327的鞋款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 長這個樣子 這個顏色 這個材質 而不是這樣的 你覺得呢 呵呵 這雙鞋 關於這雙鞋的搭配部分呢 灰白的這雙 因為不是我的 我就不上腳 給你們搭配了 那我只是簡單介紹 就灰白這雙鞋的配色 本來就很好搭 你原來怎麼樣搭 其他New Balance 你就怎麼穿就好了 哪怕穿個短褲背型都沒有問題 它完全不調人 不調搭配 就很好穿 然後我不用太多的思考 那至於說 這雙 黑層配色呢 我個人覺得它 稍微有一點點 搭配的門檻 但是也 不難搭 因為它的質感在這裡 其他的風格呢 我就簡單的 搭兩套給你們 參考一下 我覺得蠻好玩的搭配 你們看一下 覺得 怎麼樣 開心就好 那我也嘗試了 稍微有一點 你可以講cosplay 一個70年代 年輕人的樣子 就是 我特意淘了一件 Red Sox的 棒球衫 那為什麼是紅襪隊呢 就是因為它跟New Balance 一樣都是來自Boston 那並且在顏色上 它是微微泛黃 帶一點紅色邊 其實跟狀鞋的 質感和 材質 我覺得都蠻搭調 整體風格呢 是有一點 70年代的感覺 再加上一條 沒什麼特別的 短褲 和一個 我身上這一件 印著1968的T恤 那我實在是找不到 任何一個T恤的顏色 跟狀鞋的 灰藍 尼龍接近 所以我只是 拿了一個 偏青色的 T恤來 作為一個呼應 這是我能找到 算是最接近的一個單品 那我這身的衣服 都是來自快銷品牌的 大家想買的話 都直接可以去買到 身上這件T恤來自UR 然後褲子是來自UNIQLO 也都不貴 就一百來塊 還有一個搭配呢 就是 稍微有一點 痞子感 稍微有一點 壞壞的感覺 啊 我個人覺得 還 蠻適合 這張鞋的 無拘無束 有一點 這種別具一格的氣質吧 就是不在乎 其他人的目光 做自己就好 這種Aloha shirt呢 大家可以去看 Wakamaria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品牌 其實我覺得這個款式 目前來講還蠻hit的 很容易能找到 褲子呢 就是一條非常肥的 那種 有點西裝質感的休閒褲 那它 好處就是它夠垂墜 並且夠肥 那看起來就更加有 擴形感 那這個鞋的重點呢 會更加在配飾的方面 一定要是那種 有點老土的蛤蟆鏡 當然我這個墨鏡不是 一個復古的款式 它是真的骨 是我家裡 以前長輩用過的 個人戴呢 其實不是特別合適 只是偶爾拿出來秤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露了說一點 關於這一雙 橙色的 球鞋搭配呢 除了我在這裡展現了幾個不同的loop之外 其實你可以參考我之前的那期991的視頻 就是 它們兩個配色 比較接近嘛 覺得有一些 搭配的靈感和一些部分的元素呢 其實可以同用的 說了這麼多關於這雙鞋的特點 它到底有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有什麼缺點呢 我個人來講其實還是有的啦 雖然不是什麼要命的問題 那我也在這裡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個人穿了幾天之後的一些感覺吧 首先就是它這個誇張形狀的大底 這雖然說是它的一個設計特點之一 也是它的一個賣點 但同時呢 也會是它一個缺點 走路的時候非常容易蹭髒 因為它實在太大了 它太容易蹭到其他的 比如說一些 左腳啊 牆邊啊 或者是一些 有都沒的地方 甚至 自己左腳刮右腳都會把它刮髒 這種顆粒大底的防滑性呢 普普通通 當然 好天氣穿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一個就是 後跟的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後跟它不是有一個 雖然它沒有穿的提環 但是它是有一個肥嘟嘟的屁股 我就把它當成屁股吧 這個鞋綁的位置 你穿鞋穿久了 穿多幾次的話 它這個位置會有一個褶皺 這是我覺得有點影響外觀的觀賞性 但是問題不大 就是你看這個沒有穿過的就是 沒褶皺的乾乾淨淨 至於說前臉呢 就基本上不會有什麼褶皺了 皮革的部分本來就很少 尼龍不會穿出褶皺啊 況且我這雙鞋 尼龍本來就是皺巴巴的了 那我就大概的總結一下這雙鞋 呵呵 1976年跑者世界這個雜誌呢 就把320這款跑鞋 評為了世界第一慢跑鞋 那也是因為 Tom Fleming這個人呢 奪得了1975年的 紐約馬拉松冠軍 他當時就是穿著 New Balance M320這款跑鞋 那過後呢 來到了1977年 355的這款跑鞋呢 更新了 這種顆粒狀的滑膚格大底 那也就是 327的鞋底由來了 再後面就是 Supercom Supercom這雙鞋呢在鞋面的材質做了一個非常輕量化的設計 也就是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 尼龍面料的327 那麼327綜合了以上三雙鞋的各自的優點呢 再加上一些現代化的設計和改良 呈現出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 它有著一如既往New Balance 不會讓你失望的腳感 雖然說也沒有說特別大的驚喜啦 但是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麼我個人覺得327的這個鞋型的設計呢 是目前所有市面上仿造七零年代復古的鞋型里面 它的外型是我 最喜歡的 除了 那些設計師的聯名款啊 就是說正常的品牌自己的一個設計出來的作品 62327這款鞋 是我覺得 未到最正點 它的外型在致敬經典的同時呢 也有 接軌新時代的一個做法 一些設計和材質的拼接 和一些改良 那總之呢 只要你是在原價或者低於原價買到 我覺得都是很划算的 大家千萬不要花 接近一倍的錢去買 真的完全沒必要 它不值得你去花那麼多錢 OK你要是 有那個錢 你不如直接 買雙991啊 買雙 990 或者買雙千系 不好嗎不香嗎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中國產的 但是它的做工啊 各方面我個人覺得 要比煤產稍微好一點點 這不是我在瞎掰啦 就是可以看得到 從它的走線車工的整齊度 包括兩隻腳的一個對稱性 各方面 比990要做的好一點 比我這雙V5來的要更加的仔細 更加好一點 那當然材質是肯定有差異的 畢竟 鞋款的定位不同嘛 只是 我覺得這個價位能買到這個做工 還蠻香的 這一個褶皺尼龍的質感 我個人覺得 有一點像石頭島的那種 金屬尼龍 但是沒有那麼反光 這個比較 硬 你可以聽得到 有點像紙殼的感覺 那麼它內裡呢 還是依然有它非常經典的 Slogan 就是 The Intelligent Choice 這個名字的選擇 名不名字 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吧 看你花多少錢了 它這個 整體的設計風格 我個人總結一下 其實它就是在 70年代 在復古鞋款的基礎上呢 做了一些現代 現在比較流行 那種chunky shoes的一些 融合 就有這種 誇張的效果 但同時它 70的味道 做點蠻正的 並且它上角是真的很好看 不怎麼挑人 高矮胖瘦 穿得都很好看 那麼說這雙鞋 是不是火得很突然呢 其實我覺得它有它 成功的必然性 那 當然了 我估計你自己也沒有想到這雙鞋 能賣得這麼快這麼好 我是聽說6月份會有更多的貨量 那也 還沒確定 不過 作為一個新款的鞋型來講 它理論上是 肯定會有更多的配色 以及更大的貨量 所以各位如果沒有買到呢 暫時先不要著急 也不要去加吵架 真的沒有必要 不要去給販子做慈善了 那並且它這個外底呢 還有一定的 增高的效果 那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 小個子的女生穿 鹹腿瘦 鹹腿長 整個鞋型的效果 上身是非常好看的 當然這個還是 建議大家 如果你沒有接觸過這款鞋的話 你先去 有機會 找實體店 試一下會更好 那相信它的腳感呢 也會給你 不一樣的感受 那麼這大概就是我 對三二七這款球鞋的一些 感受和理解了 也希望能夠幫助到一些 還在觀望的朋友們 那如果你覺得這件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你記得給我一鍵三連 然後多多轉發 評論彈幕留言 那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的 記得點下訂閱了 那我是ROCK 我們下視頻再見吧 嘿嘿 我們的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